指尖却丝毫不差 下辈子我和你老地方再见吗 如果那一天的雨没有下 如果那一天的你没留下 跟我吵架那个你呀 也能把生气的我融化 世纪新茶那个我呀 记得你当他爱吃哪家 在人生的分岔 总有你牵挂 和你等开很慢的话 这种星星大概是爱吧 在尽头里不经意都在电话 我们之间却丝毫不差 想问你下一次老地方再见吗 如果那一天的雨没有下 最近怎么没有来买早餐啊 我做给他吃了 谢谢 我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哦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是真实的 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 现在想想撞车感觉是上辈子的事情 人呐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真希望自己不要再沉迷于感情 失去的荣誉 其实你在我这里可以做一个大女人的 而且你本来不就是我姐姐吗 其实我在感情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我很自卑 你信吗 怎么可能 你看又好看又聪明又善良 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妈一个人拉扯我 我小时候很瘦 因为没有父亲所以经常被人家欺负 我妈就努力挣钱 给我更好的生活 她总是在事业和我之间选择放弃我 我又心疼她我也很恨她 后来自意外我生病了 甚至让我一个人去英国读书 说是去治疗 其实就是让我避开我的过去 可是我是应激障碍症 我不了解自己的过去怎么可能痊愈呢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有喜欢的女孩 但是我每次发病的时候 人家都很害怕 然后为了不伤害我 就慢慢地疏远我 那金慧呢 金慧她是家人 正是因为她看到我很多不好的过去 所以我才更没有自信去保护她 所以令寻生 不是你赔不上我 是我觉得我赔不上你 我现在从来都不相信 爱一个人真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尘埃 但是我们相处时间太久了 你很依赖我 你真的分得清楚 依赖和爱情吗 不要再怀疑了 不要再怀疑了 不要再患的患事 我很确定